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牛章在台湾原本有广泛的分布 由于天然阔叶林的开发 目前只零星分布于交通不便的中海拔山区 天然林中的牛章 猪树稀少 兽粉不易 加上种子因为含有香味 鸟类极爱着实 所以在自然的状态下 很少有天然更新的情形 如果不采取适当的保育措施 不久的将来 牛章将逐渐消失于台湾的山区 林业试验所 为了保存牛章的基因资源 从民国八十年就有系统地进行种源搜集 目前已经从二十三个牛章主要产地 搜集了两百一十一个营养系 分别在六硅及莲华池分锁设置营养系源 希望能保存这些珍贵的基因资源 牛章种子产量很少 树形高大 采种困难 研究人员便以枝条来进行无性繁殖 希望能大量生产苗木 但是采自天然母树的枝条 在扦插之后发根相当困难 苗木的生长也不良 因此临时所又建立了牛章采穗源 借着密质与强度修剪来生产幼年化的插穗 并且进行一系列有关千叉繁殖的研究 建立一套低成本 并且可以大量生产碎苗的技术 解决了长久以来 苗木没有办法生产的困境 此外 在自动喷雾的大型温室内 和隧道式温室中 先诱导幼年化枝条形成愈合组织 再直接扦插于塑胶带或血脂管中 成苗率也可以达到80%左右 以这种千叉繁殖技术所生产的苗木 应该如何栽植于林地 才能培育出质量俱佳的人工林 则是林事所目前研究的重点 一系列有关造林体系的试验地 诸如不同营养系的生长比较 与其他数种的混合栽植技术 或是如何进行林下栽植 已经陆续被建立 期望经由这些研究 让牛章能重新生长于台湾的山区 也让这种珍贵的工艺用材 能普遍为国人所利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